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奥比拉尔欢迎来到民族阵线 那么现在啊这个对中国的恶意啊是非常大的啊 尤其是这个美国 那么这几集就要说几个事情啊 一个是我昨天讲了 美国他取消了对中国的这个签证的发放 对吧中国赴美 因为两国有这么大的贸易 自然而然是有正常的人员贸易往来 对吧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么交流各方面是有的 但现在他全给你取消掉了 然后呢他现在是不停的在用他国家的这个名义 在给你在打这种舆论战 那么现在呢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他的国内的这个众议院 他呢一直以来被这个在民共和党的推动之下 要对新冠军受援 那么他们呢总是私自就是说啊 胡说八道说什么这东西就从中国来的 那么现在他这种政策给我感觉他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他们现在说这个什么福奇啊 怎么提供的东西跟武汉这个石正丽团队在武汉里面在搞这种什么 什么什么毒物 然后呢他是怎么搞 就是我跟你来搞之前来先后来了两次来溯源 他都弄不出来什么东西 对吧 然后但是中国给他去开放 那么他要想在这个地方来做文章 打击中国的形象 对于民主党来讲 他虽然说上台以后他们没有再搞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在美国国会推动之下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武器 一个是对你 他是一个一个一个步骤来的啊 第一个他说我们帮助中国抗疫 帮助中国抗疫 说得很好听 对吧 第二个啊 然后这个对你签订取消 第三个他现在开始来了啊 美国正在监测中国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新病种 那这个话就是就非常恶心了 就意思说你中国跟他妈印度是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阿三都是很脏脏乱差 对吧 网上中国内网上面充斥了大量的印度街头的那种街头美食啊 就是你看了以后你可能会引起不适啊 那么在你印象当中 印度呢什么德尔塔从他那个地方 德尔塔其实应该是从英国变出来的啊 在印度他会有非常多的这种病毒的这个更迭 那么他这样讲 就代表说我们认为啊 好像阿三就是本来就脏乱差 病毒在他那个地方发酵 已经成了一个病毒培养皿 那么现在美国说这个话 就意思说中国现在是一个病毒的培养皿 中国人都他妈是脏乱差的 中国人都是有毒有害的 美国正在监测可能出现的新冠病毒新病种 为可能爆发的新一轮新冠病毒感染做好准备 目前北京正在放松严格的封控措施 这些措施一度控制中国的新冠疫情 他现在他又在啊 说哎你看中国他妈那个动态清零是个好政策 你看现在放松了 对不对啊 他这个话讲的呢 一开始他批评你说哎呦你什么这种防控没用 你侵犯人权啊 你要用药用美国的药 用美国的疫苗这是好的 我们帮助你啊 对吧 然后什么就这个什么什么那个辉瑞的特效药 是吧 进来了啊 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协调员 杰哈周四 在记者的检报会上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有一个非常活跃的监测程序 当游客入境时我们会在旅客身上使用它 以识别感染者追踪变种 如果出现新的变种 我相信我们能够识别到他们 杰哈说这个监测 既是包括在美国和通过外国合作伙伴的检测废水 周三北京宣布对其全国新冠应对措施进行重大调整 改变严格的清零政策 该政策严重依赖风控 并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 新的指导方针不再强求要求凭借健康二维码进入公共场所 并允许轻症患者在家中隔离 而不是在拥挤的政府设施中隔离 一路大学公共卫生教授陈希指出 中国的新冠疫情大爆发 对该病毒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 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包括大量免疫力低下的民众 他们可以携带病毒数月 可能会产生令人担忧的变种 对吧 大家想想看 你看就这样子就说中国人 中国人就不行 因为这个病毒就不好 就好像就半公开的就讲 这东西就是来针对你们的 就是来攻击你们的 会产生新的病种 你这种话讲的 你是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一会儿就是说 现在这个舆论就是说 我们在海外的这个舆论 因为没有办法 建立这个庞大的全球舆论系统 基本上都是他们说 你他妈的动态清零了 他说你他妈侵犯人犬 这种方法没用 笨蛋方法 你们的疫苗不行 你们疫苗很糟糕 你们的药不行 人员不行 科研技术不行 要用我们的药 现在他又说 你看放开 他原来你看 在动态清零还能有效的 能够防住一些病毒 能够控制的还不错 你看现在他们放开了 中国的免疫很低下的 他们会成为一个病毒的培养民 全球最大的一个 一个病毒培养民 他说这个意思了 然后再说 我们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 你看我们把这个 中国签证都不允许他 不允许他们到了美国来偷毒了 中国人都是有毒的 他跟你玩这个了 所以我说真的 有的时候真的 你看这个美国 他对你中国这种恶意 他很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总是在内部 或者被动在接他的招 我说过 我们现在即使抱了头 在被动接他的招 但是我们也有主动权 他在打我们的时候 我们能够找到他的破绽 这个破绽就是武统台湾 一拳绷过去 直接打了这个下巴 这里一个勾拳上上去 就是武统一个勾拳上去 他马上头就这样 打到在地上 就晕半天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 对吧 现在你看现在这个外面 现在国内其实情况 有一些乱哄哄的 真的 很多地方都阳性 都在家里 班上不了了 学校里面都没办法去 所以说呢 我真的就感觉 这个真的 为什么要取消这些 健康码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好 核酸 大规模的核酸 说句实在话 这里面我不认可 我觉得这个核酸呢 就是适当的做做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健康码 还是不能够去取消的 然后你这个包括 你适度的这种核酸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现在全部都没有了 没有了 那等于说 拼全民抵抗力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说句实在话 如果说 他对你中国 动什么手脚的话 那基本上情况 也是蛮糟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也就说到这儿 毕竟呢 我相信国家这样做呢 有国家的道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今年最后一波 欧盟同意对俄实施 第九轮制裁 欧盟领袖在布鲁塞尔 举行今年最后一阶段的会议 会议中持续聚焦俄乌情势 必通过第九轮对俄 对俄罗斯制裁 中文外媒报道 欧盟高峰会当地时间 周四把议程焦点 放在冬季 俄乌战争情势 与对乌克兰的援助上 雪岚在放宽 欧盟国港口出口 俄国农产品和肥料仪式上 出现争议 但最终能达成新一轮 对俄制裁协议 正式条文 预计周五确认 虽然算不清楚 确其制裁项目 不过外界预料 因与上周提出的方案 相去不远 包括对200名俄罗斯官员 和军事人员 颁布履行禁令 并冻结财产 此外 欧盟也可能禁止 运送无人机 引擎给俄罗斯和伊朗 后者被控 提供自杀无人机 给俄军 用于攻击乌克兰民进设施 那也就是对俄罗斯 什么第九轮制裁 但是越制裁 欧洲自己越完蛋 欧洲自己越完蛋 这是证明 对俄罗斯的制裁 跟经济打击 是无效的 这个是没有做什么作用的 那么这个事情一搞 反制西方扩大制裁 中国打破爱美合作升级 这个一定要不要的 中国就不要再爱美 不要再有项目猜忌 百分之百就抱团在一起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 习近平是加码 压保普京 俄转向发展 不甩西方的制裁 俄罗斯也说了 对吧 我就是要转向亚洲 非洲 拉美 中东 跟西方就无所谓了 我就在这个地方搞 这也是一个契机 逼得你必须要去合作 而习近平也是在加码普京 对吧 又是大量的帮助俄罗斯 消化他的天然气 大概价格蛮低的 所以中俄一定要抱团区 包括跟伊朗之间 一定要抱在一起 只有这三个国家合在一起 才能够最终战胜美国 所以当然了 我也知道 国家现在也是在做这个调整 也是在做这个调整 等于说呢 这个 在中东这边 很多事情都要开始 要架构要搭起来 在东南亚的架构要搭起来 中亚的架构都要搭起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中俄合作的架构 必须要越累越高 对抗美 对抗这个美国 绝对不能够被他给打击分化了 欧洲欧盟也好 欧盟现在对中国 还算没有像美国那么猛烈 但是情况也差不多 也还是给你搞技术题目 但是大家要知道 任何的制裁都是一把双连剑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双连剑 你美国天天制裁这个 制裁那个 美股就中错了 在投资人忧心 央行升息将促使全球经济衰退之际 美国11月零售销售数据比疫情更差 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 今天大幅收低 道琼工业指数下挫 746.13点 或2.25% 以33202.22点作收 标准普尔500指数跌破 错跌99.57点 或2.49% 收3895.75点 科技股纳斯达克重挫 360.36点 或3.23% 以10810.53点 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跌 115.86点 或4.17% 收2661.40点 也就是美股遭到重挫 一个是当然美联储好像今年是最后一波加息的吧 明年加不动了 马斯克也说了 你再加加经济完蛋了 而且大家要知道 有一句话很重要 十一月 美国十一月零售销售数据比一期更差 我们是明显感觉得到的 今年的这个广告的单价 往年应该讲 在感恩节跟圣诞节 也就是十一月十一月十二月 就是老兵跟其他的一些博主做节目 就是说你这个在上半年 基本上是不怎么盈利的 不怎么盈利 也就是说弄点香烟钱 但是我现在也不抽烟了 我们就只要弄点饮料费 但是你到这个下半年 我们是就等于说 他的这个单价会往上走 是等于说是能够增加点收入的 但是今年我们的后台数据很糟糕 表现很糟糕 就是美国没钱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是最清楚美国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 他真的在持续大规模衰败 他今天越是给中国打一拳 这个一拳也会回到他自己身上 你懂吗 今天你打中国一拳 这一拳就打到自己身上 美国也是这样子 他经济就不好 老百姓兜里没钱 消费不起 广告商投不了广告 没办法消费 十一月的感恩节的销售数据很差劲的 就那个汽车广告我都说了 人家就说小孩要去超市里买东西 母亲说这个月 这个礼拜这个月我们都不会去了 因为我付不起账单 欧洲情况也是一样的 付不起账单啊 太贵了 这些东西 所以但是他还在 欧盟还在第九年对俄罗斯制产 现在就是拼这个消耗战 欧盟已经被整废了 美国MV也差不多了 饮证值可还能饮证多少呢 美联储加息 他再加息就代表他真的扛不住 他才会搞这种事情 所以大家要知道 现在就是比他妈的几个 几方几个多级格局 谁他妈更烂 就是比谁能更烂 就是比烂 就是摆烂 比谁谁能烂的过谁 就就就就这种状态了 就这种状态 中国说句实在话 你说封也不可能封 因为封的话 他妈你今天在家里 你没办法 你能不流通 你也是他妈死 进退为谷 大家懂吗 你能封了吗 别人都封了 出来都暴乱了 肯定受不了 那么你说你开 开了很多年反复赶来 但是做准备 你这个新冠不是说你感染一次 反复的感染 还有他妈常新冠了 懂吗 只是说现在 我也不是科学家 到底怎么样 也就是跟他们一样 对吧 那现在美国的这个指数是很糟糕 中国的经济应该也是会 也是会不景气 也就是说明年 2023年 大家会很难 所以老兵一直以来都跟各位讲 我说各位啊 兄弟啊 姐妹们 别投资了 别他妈乱投资 乱干嘛了 你他妈留点现金 你留点现钞 那他妈才是王道 你懂吧 生活保持最低的一个需求就够了 真的各位网友 保持一个最低需求 我不是跟大家看我相 我不是说啊 跟大家怎么怎么样 真的是很难的 日子会越来越难的 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 真的听老兵一句话 不会老兵不会让大家吃亏的 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啊 就代表说 啊 这个 美国的情况 啊 不容乐观 美国的情况不容乐观 中国的情况 啊 现在 啊 已经开始 已经显现出来了 没办法 这专家都说 这他妈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 必须是得扛过去的 啊 必须是得扛过去的 好吧 那么 中俄的合作 必须要加强 合作去应对 跟伊朗也是 所以说这一次 伊朗跟中国 那胡春华过去了 这个这个油气啊 陆路的油气都开采 这个是对的 这个项目是对的 啊 都是在为台湾做 这个地方做准备 美国对中国的打击 我我 我估计看也没 也没有再 也没有其他的这种打击手段了 也没有任何其他手段 就今天我们也明白一件事情 今天不管你同不同意台湾 他都是要打击你 他都会摁死你的 但他自己也完蛋 你看他11月份感恩节 是他往年呢 那数据多漂亮 今天我跟各位讲 单价少一半 你可想而知 今年这种广告 广告上力度都不大 投不上来什么广告 那 就这么情况 你美国的情况不好 真的不好 股票又重 重挫 马上又要假期了 他就在饮鸩止渴 他也是一个他妈的 骷髅头 就像人家那种 那就是那里来讲的 那种纵欲过渡的人 纵欲过渡的人 那个肾里面的 那个肾他妈在 大规模衰竭 今夜他妈都没 精进冷亡的那种感觉 就美国现在这种状态 所以他越对你打击 就代表他内部问题越大 他越怕你超过他 他就实际打击你 俄罗斯他也打击 伊朗他也打击 真的疯了 什么国家他都打击 美欧之间的贸易 其实他妈也不好 人家说那东南亚现在 这个货柜数往上走 货柜数往上走 东南亚现在越南 制造业在大规模萎缩 说印度都不行 没那么多人买东西了 所以大家知道 二三年经济很差很差很差 兜里现在有钱别乱花 有钱别乱花 别那啥啥啥什么 什么装逼啥啥 天天搞那些东西 别搞了 好吧 谢谢各位吃 谢谢